在云林西罗一名透天错的屋主 他居然企图要引爆瓦斯 因为这名屋主不满住家 要被法拍 不想让法院人员来点收 居然就搬了三桶瓦斯 放在家里头 还自制电容影线 和警方对质 情况一度危急 消防人员紧张的广播驱离民众 会这样做 是因为在西罗镇严平路上的一间透天错 居然摆了三桶瓦斯 还接上了影线 危险一触即发 警方的现场拉起重重封锁线 所有消防人员也各就各位 全部严见以待 屋子里的瓦斯桶上 写着屋在人在 屋主誓言要和屋子共存亡 警方赶紧找来友人和家属 来献上安抚屋主的情绪 我们今天暂缓点交 但是他今天的部分 他已经构成形式上的行程 现在是警方这边 警方这边要介入处理的 现在这些行为病 他们不能等前些四肢 万一里头上的总共 他们就输屋职责 原本从事电子材料 加工业的张姓屋主 因为生意轴转不灵 住家遭到银行法拍 他不愿一身积蓄 就这么化为乌有 借着本身对电子学的专业 自制引线电容 企图阻扰法院人员点收 由于对面就是小学 一度让锦销人员大为紧张 我认为交通 要把人家的专业 把人家的专业 所幸在警方和亲友吉利的安抚下 让整起事件安全落幕 结束一场虚惊 但激烈的手段 也让张姓屋主 吃上了公共危险罪 和妨案公务的官司 谢谢